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月季的根柳病 因为月季的根柳病,它是在根部发病的 月季它不会死,但是它比较难发现 我们只要通过长期的观察这个月季 如果说我们的月季生长缓慢,长笋牙少 整天给它施肥,起不了很大的效果 而且这些叶片比较瘦小,容易发黄 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都使得了根柳病 因为月季的根柳病是发生在根部的 所以一般正常来说我们很难发现 我们只有通过拔开这些土壤,以后才能发现它 一般根柳病呢,都是在根区的地方长出一块 像肿瘤一样的东西来 我们处理的方法呢,很简单 只需要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像这一大块呢,就是月季的根柳病 这大块东西它消耗很多养分 所以就影响到月季正常的生长 而且这块东西它是越长越大 如果不处理的话呢,时间一长了 这个月季根本就开不出花来 引起根柳病的原因 一般都是我们在给它施肥的时候 伤到这个根系 以后细菌感染 就会导致细菌在受伤的位置 快速的繁衍,形成一个根柳病 所以我们要经常给月季的根系 杀菌消毒 我们在家庭养月季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小白药塞肤仙胺直接撒到盆土的表面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塞肤仙胺它是一种内心型的 所以我们给它使用之后,它会吸收到植株里面 对于植株里面的一些病菌同样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平时养月季 一定要经常观察自己的月季 出现有什么不正常的状况 及时的处理 而且要经常给我们的月季 使用一些杀菌药 来给它做一防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